荣获独立中文笔会年度自由写作奖的野夫在获奖感言中表示 这个奖项所表彰的其实并不是写作 而是勇气和良知 另外 还被中共当局关押的阮云飞 腾标两人的伯克 也在德国之声伯克大赛中获得了提名 野夫期望更多的人成为安徒生笔下那个敢说实话的孩子 本名郑视平的湖北作家野夫在今年年初获得了独立中文笔会的2010年自由写作奖 他的著作《江上的母亲》在台湾也获得了2010年台北国际书展年度之书大奖 他说创作自由本来是不需要去奖励的 很难想象现在还有这样一个以自由命名的写作奖存在 且他所奖励的只是那些为创作自由的天赋权利而默默苦行的汉语写作者 就本来创作自由是一种天赋权利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而这样一种天赋权利是不需要去奖励 他就应该自己去做的 野夫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在拥有三千文明历史的国家 几乎很少人能真正自由的用母语写作 自由几乎与罪恶齐名 无数的文字语的冤魂学色密漫 因言获罪的星球层出不穷 自由的生活在远东的西薄空虚中 始终未能照亮这个苦难民族白孔前疮的心灵和前路 22号德国之声网站上公布了博客大赛候选名单 冉云飞的博客获提名最佳跨语言和最佳中文博客奖 滕彪的博客获提名人权特别奖 老虎妙博客获最佳视频博客奖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冉云飞和滕彪获得提名 也让外界再度关注许多被当局拘押的人士 有不少网民呼吁 希望中国当局释放良心犯 释放刘贤斌等人 46岁的冉云飞是四川文学月刊编辑 长期致力于民主运动 今年2月 中国茉莉花革命后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拘捕 2月19号晚上 北京法律学者 中国政法大学讲师滕彪博士也在家中被带走 当局在他家中设置信号屏蔽仪 到现在都没有他的消息 他的博客也被关闭了 而刘贤斌因为参与了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 在关押13年出狱后继续参与维权活动 去年6月被随宁国宝带走后 再次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刑拘 他的案子在这个月25号开庭审理 同样在六四事件中 被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6年的野夫 1995年出狱后就投身民间文化出版事业 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开始创作 野夫也向德国之声表示 在这个时代需要大家做政治的人 勇敢的人 今后他会继续坚持自由写作 来完成更多心中的作品 新唐人记者李廷 周平 综合报道